她们曾经妖缠万贯 她们曾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女老板 她们曾经妖缠万贯 她们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合同诈骗逃往海外 国安部马上启动了这个 紧急的最高程序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经常报告显示 很多机产企业的此经验 请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款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递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关注猎狐2014 今天要关注的两位外逃的女老板 一位是余某 在浙江省永康市主要做五金家电等 净出口贸易 亲民下的公司每年出口额都超过一亿美元 是当地有名的美女老板 今年的二月 于某英涉嫌几千万元的合同诈骗出逃 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是图某 浙江渝妖人 2009年4月 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000多万元立案调查的时候 图某外逃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犯罪嫌疑人图某能否归案呢 2014年7月 公安部启动 击捕再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 浙江宁波警方和金华警方 各自接到通缉任务 犯罪嫌疑人女幽静 40岁 浙江白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年2月 因涉嫌合同诈骗几千万元 余幽静和亲母亲 也是同案犯罪嫌疑人 一起逃往非洲 母女俩再逃已经半年多 犯罪嫌疑人图月华 46岁 浙江宇瑶人 2009年6月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2000多万元 前逃缅甸 再逃已经五年多 警方介绍 无论是余幽静还是图月华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当地都是有名的李强人 也被人称为所谓的美女老板 接到追逃任务的两路民警 决定从嫌疑人与幽静 图月华各自的具体涉案情况入手 了解有关线索 浙江宁波警方走访调查时了解到 被图月华骗取嫌款的受害人 有20多名 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其中大部分都是图月华 所在乡村的附近居民 而且一提起图月华 村民就对他的老板拍头 印象深刻 村民说 在他们村里还开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塑料加工厂 所以当图月华以高额利息向他们借款时 不少村民都没有丝毫怀疑 反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渠道 村民夏某家离图月华家只有20米元 夏某说 2004年他不幸遭遇车祸 左腿被截支 获得赔偿10万多元 图月华知道后 很快就找上门给他借钱 当时他说 你钱借给我 我给你利息这样子 给利息 给多少利息 那养分嘛 10万钱养分利息 每个月给我养分 打工你打也不会打 打工你有这么多钱啊 他说嘛 那我就相信他了 你就把钱给他了 就给他了嘛 当时有没有写什么一个条子 哪条子他用 上面借条嘛 新乡王黑洋他的门子嘛 借人民币10万元嘛 10万元整嘛 借人朱月华嘛 下一分说 他答应把10万元借给图月华 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回报高 图月华给他的许诺是月利息2% 他算了一下 10万元借出去 每月的利息就有2000多元 不仅大大超过银行储蓄同期利息 也比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 高出好几倍 可谁知好景不长 高额利息没拿几个月 不仅利息没有了 10万元的本钱要不回来 最后连图月华人都找不到了 听人家说 他跑 我跑去了 跑去了 那我们过去钱也没有了嘛 怎么 与夏某遭遇类似的 还有村里的小伙子周某 周某说 当他听周围的亲朋好友说 把钱借给图月华 就能获得高额利息时 他也心动了 他把结婚买房子的钱 钱都借给了图月华 那时候我当初的时候就眼红了 可以这样说 然后借给他大概25万 那时候他给我说三分 那我想想算一下 一个月7500万 那也毕竟也可以的 那时候是08年 那久为了点利益嘛 就这样头脑发热了 周某说 不仅他被图月华骗了 就连给图月华家 做保姆的周某也被骗了 他说你什么日子想要 你什么日子就想我要好了 你放心好了 那这个人 我说我们什么日子放不着 王子不知道的 对不对 他这样说明了 我今天也放心了嘛 放心了没有了 又拿了三个月 中国房子四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就不放下 没拿了几个月就没有了 周某说 他总共借给图月华 四十多万元 图月华给了几万元利息后 他又找图月华 要回了本金十五万元 现在还剩二十五万元 没要回 之后 他多次找图月华要钱 但总是被图月华 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 直到后来听人说 图月华已经逃了 他才发现 自己上当受骗了 现在 图月华家 还有八十多岁的父亲 和他二十多岁的儿子 还在当地 从五年前出逃后 图月华就再也没有应讯 即使今年八月 他儿子举办婚礼 警方也没发现 图月华的行踪 那个儿子结婚呢 我们 我们也 也去 暗中也 也去看了 看他有没有出现 还是没有来 与图月华界团诈骗不同的是 浙江永康的余幽静 原来是一个 响当当的外贸公司老板 为年销售总额 就达上亿美元 在当地外贸行业中 排名第一 那么 这个美女老板身上 发生了什么 他如何涉案的呢 结果发现 余幽静在向周母购买厂房之后 没有按约定 支付周母 转让款 后来呢 又将周母这个厂房 抵押给其他个人 取得借款 警方调查发现 2013年 余幽静向当地一家公司 购买厂房土地 并达成购买厂房土地 转让协议 按合同约定 总价5700万元 余幽静应支付 3000万元转让款 但余幽静在支付 1000多万元转让款后 便将厂房土地全署 登记到他母亲名相的公司 2014年2月 由于资金链断裂 余幽静又将该厂房 土地作为抵押 向另外一个人 借款2000万元 用于偿还其他债务 2月17日 余幽静在拿到 2000万元借款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2月19日 余幽静出境逃往非洲 余幽静跑路的消息一传出 与他有业务往来的 50多位债权人 闻讯赶往浙江当地 警方登记 要求追回财产 闻女老板头衔 让该案成为轰动 一时的网络大案 与此同时 余幽静母亲的公司财产 也遭到债权人轰响 据当地警方介绍 从2009年4月 土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被立案侦查 5年多的时间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过追逃土某 但很难发现他的行踪 土某5年来一直在逃 而另外一个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 女老板余某 也已经前逃半年了 那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究竟在哪里 警方的猎狐行动 能否发现 他们的蛛丝马迹 取得一些突破呢 猎狐行动集中了 全国最优秀的民警 和国内外资源 但要抓住犯罪嫌疑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4年7月 民警们通过一系列侦查手段 和大量调查分析 发现犯罪嫌疑人余幽静 主要在非洲乌干达 和坦桑尼亚等多活动 浙江民警开始了 他们的第一次跨国追捕 从很多第一次出国的人一样 有的民警刚开始 还有点新鲜 兴奋 但兴奋劲还没过 就遭遇到国外水土不服等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 很多人拉肚子 很多人感冒 像我是高血压的 我们出去的预计是五天回来 最后二十一天回来 向小军说 因为预计是五天行程 所以他只带了五天的高血压药 在当地高血压药也是处方药 外面药店根本没有卖 他只有被迫停药 后来在一位当地华人的帮助下 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除此之外 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在于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法律规定 向小军这组的任务 是奔赴非洲 追逃犯罪嫌疑人于幽靖等人 因为法律不同 按照国际管理 通常要抓捕某个犯罪嫌疑人 不仅需要援助国警察 提供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线索和信息 更重要的是 还应当由逃亡国的当地警察 来具体执法 向小军告诉记者 因为人生地不熟 语言交流又比较困难 有时费了半天劲 结果信息是错的 往往无功而返 就在浙江金华警方 奔赴非洲 缉纳于幽靖的同时 浙江余谣警方 也扎紧对犯罪嫌疑人 屠岳华的追踪 活动轨迹 旅馆啊 住宿啊 飞机记录啊 都没有 网吧人员 占族人口信息都没有 他很可能 潜逃事件差异以后 他的身份已经漂白 或者 从我们开始的分析 他是逃往明天方向 有可能已经出警 警方告诉记者 屠岳华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所以留下的线索很少 很难确定他的具体位置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 警方决定调整追踪方案 一方面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另一方面把突破重点 放在他国内的亲人 比如他的父亲 儿子等身上 每隔一段时间 林警都会上门 小植一米 动植一情 希望家人督促他投案自首 以至于他的儿子 与警方都熟记了 在这期间 警方也曾得到不少线索 但往往扑空 虽然警方这次抓捕行动 扑了空 但警方撒尸的大王 已经起到了作用 2014年11月3日 浙江余谣警方 又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说土耀华已经回到予养当地 可能住在他儿子的丈夫娘家 警方迅速赶往目的地 严密警控 早上呢 早上发现这个儿子的车子 停在这个家门口 那样车子 然后呢 到中午 十点左右的时候呢 十点以后呢 他一个儿子跟儿媳妇 在阳台上出现 在活动 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这个土耀华呢 我们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上 这个大白天的儿子跟媳妇啊 回来 根据邻居的反应啊 也横上回来 也有点反常 应该是陪他母亲一起过来 这么长时间的守候呢 最好确定能够在里面 能够成功啊 就是如果不在的话 万一进去了以后就 打操精神 比较麻烦 民警在图某落脚的地方 整整蹲守了一天一夜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图某究竟在不在里面 那么是继续蹲守 还是改变策略 另寻突破呢 这是考验警方的耐力和智慧的时候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 他们是传销的头部 他们是亲财的骗子 他们从事非法集资 他们挪用资金数额巨大 一次次全球范围的抓捕 猎狐2014行动正在展开 只要还有一个 安排行动人员 我们的工作就不会 央视财经频道 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 联合推出系列报道 猎狐2014 他们曾经妖缠万贯 他们曾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女老板 她一个背包就是几万块了 背包就是哪个 哪个背包是几万 金标 七万块的金标 金标 金标嘛 七万块 下个买来的 还有那个香奈儿的包 他们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合同诈骗 逃往海外 公安部马上启动了 这个紧急的最导程序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民警在图某落脚的地方 整整蹲守了一天一夜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而另一路呢 已经赶往非洲 极拿犯罪嫌疑人 余某的民警 又能否发现 有价值的线索 将其归案呢 敦守了一天一夜 但仍然没有发现 在逃人员 图越华的踪影 是行动还是继续遵守 或者信息有误 再次放弃 现场民警仔细分析后 决定向上级请示 但民警一靠近这栋楼房 还没敲门 就被图越华的儿子看见了 没想到 前逃五年多的图越华 就这样毫无悬念地 被抓捕归案 那么图越华当初 究竟靠什么支撑高额利息 应有村民 把几十万元 三百万元的钱借给他呢 假如你借你自己十万 比方星期三个月 两个月到了 那这里我一个朋友 那里拿了两万 那就是凭把你的十万还掉 利息付掉 也就是后面的钱 还前面的钱 对 靠着拆东墙 补机墙的手法 是民间高利贷常用的手法 但是高利贷最终是没有出入的 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 图越华告诉记者 当初非法借贷的本金 和需要支付的利息 大约两千多万元 他前期借贷的资金 基本上没有了 眼看着无力偿还 图越华选择了逃跑 不过 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跑就是五年多 五年多来 他去过重庆 江苏西夷 浙江杭州等地 也出国去过缅甸 开开到了那个美金 以后又不适合我自己 因为没准无依无靠的 又没准本钱 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 到最后呢 我选择了江苏 选择了江苏的地方 党工 像包厂呢 他要做十二个小时 像冬天也是 七点不能上班 晚上要七点不能下班 每个月不能休息一天 全一个月三十天出钱 只能赚一千人五十块 一个月 逃往期间 他却连给双亲的电话 都不敢打 只会 逢年过节 跟你家里打电话 不打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 因为一听到 假如说听到 这么大年轻的妈妈 这样 这个是我最多想的是 我爸去的这 一想到说 我就不想听到那生意 一听到生意 我能够通验 我自己也支持 每个孩子都说 我妈妈只见了 有机会 我正式表演好 正式给照好 我想送妈妈这回事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跟我儿子就说了 打电话 我实际耳不住了 然后我说 我回来吧 外面生活 我实际也太难过了 而在非洲 追捕虞幽禁的 浙江另一路民警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民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 获得了一条 虞幽禁行踪的重要线索 虞幽禁很可能 就是从 卡山尼亚 要到乌干达 那么发现 这个泄水以后 那么公安部 马上启动了 这个 警局的 这条行踪 一响飞机 中国警方 就赶紧和 乌干达国际刑警组织 取得联系 双方警员各自分工 在当地机场 严密监控 对所有出入境人员 进行仔细排查 很快 警方在上网排查 出入境乘客信息时 发现了 余幽禁的行踪 发现了 余幽禁在 7月1号 从塔山尼亚 要返回到乌干达 那么我们就是 在乌干达 可以坎培拉 这个机场 入境处 进行守候 那么在入境处 把它抓换 下来以后 记者问他 第一句话 你在国外过得好吗 他回答了一句话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说你看看 我这身装束 你就知道 我在国外过得好不好 他写些什么装束 什么装束 就穿了一双拖鞋 对吧 那么 这个衣服也是很简单的 以前的美女啊 已经变成 这个皮肤默乌黑 我们自己在国内的时候 以前之前 像这个形象方面啊 还是比较注意的 好像很大的 就举个例子吧 那个赛什尔 这个国家 我在那里待了二十来天 他的那个 就一个小的 一个西红柿 都要四块人民币 很贵的 在国外警方 和我国注外大使馆的配合下 浙江警方 最终在乌干达 将余幽静抓获归案 也许是逃亡时间太长 也许是逃亡生活太酷 出人意料的是 被抓捕后的余幽静 反而积极配合警方 促使其母亲 投案自首 其实我们在那边 三十个月 三十个月的话 我们出口这些东西 都没吃到 都没吃到 就是一个蔬菜 蔬真的 有些蔬真的也不好吃 我的时候呢 就真的真的 没办法 那七天 几个五 七个晚上 大概我真的一下子 叫得没睡 我当时 当时我自己身体都已经 整容都不太会 不太会痛 后来怎么 下跌去过来 后面孙局长还对话 孙局长 真的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他真的 真的讲得很好 他说 找我回去 我不会骗你的 我是 我是 对你负责了 你如果现在不回去的话 你都已经不会回不去了 如果没有生局长 这样 这样 我真的不会 我真的肯定死在那里 民警告诉记者 他们印象最深的是 这些被押解回国境外的再逃人员 没有一个说自己在国外活得好 而且一些外逃人员在国外的遭遇 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梦魇 像我们的这次从菲律宾 这个劝头回来的 这个普加人 他还跟我说 当地一些人 敲诈他的事情 在菲律宾 花几万块钱就可以移民 但是移民要检查身体 他老婆是医生 以前当过医生 一检查 检查出性病来的 他老婆是不相信 他有性病 我也应该有性病 他们那边就不管他了 就说你必须要打神五天的针 他那个屁股都打走了 做都做不下来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说后来 我到他家里去了以后 我们把两部 两院 就是公安部 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个登出投案自首的 这个文件给他们看 看了以后 都流眼泪 他说其实我早就想回来 11月20号下午 就在记者采访完 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 又从当地警方得知 逃亡老挝的一对夫妻 日前在老挝投案自首 现在正在浙江金华警方的压界下 即将抵达杭州机场 我身后就是杭州 销山国际机场 天的时间是下午3点10分 几分钟以后 两名投案自首的犯罪协议人 正在警方的排行下 到达这里 据警方介绍了 这两名犯罪协议人 是在老挝自首的 今天上午6点钟 从老挝万象机场 到达昆明 然后再从昆明转机 到达了杭州消灾机场 这是猎虎行动启动以来 浙江金华警方抓获的 第15名犯罪协议人 你们是什么时候住过的 到了国外 反正生活方面 什么各个方面都不习惯的 能举个例子吗 怎么也不习惯的 前段时间 刚刚这个 饮食方面 两个人食物中毒 差点死在国外 反正就是很难受 担惊受怕的 上街吗 上街 很少上街 那带在屋子里干嘛呢 带在屋子里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出去门 又不太敢出去 为什么不敢出去 就是 反正就是 干净受怕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22号在南迪 同斐济总理 姆拜尼玛拉玛 进行会谈 在会谈当中 习近平代表中方 感谢斐济方面 协助中国政府 开展海外追逃 追赃工作 希望继续加强 两国执法合作 海外追逃 在过去来讲 应该有一些难度 由于经济和政治 等很多客观因素存在 对于海外逃犯 一时间很难抓获 而今天 形势不同了 中国形象 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以及中国政府 跟各国政府开展的 合作项目增加 同时 世界上很多国家之间 都在进行反腐畅联 因此 对于中国政府 海外追逃 经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合作 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协作 更有利于反腐工作的进行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央视财经频道 明天我们将继续 猎狐2014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